中文播放 我是朱祺 大家好我是肖霞 肖霞今天咱们是媒体课程 又要来看看中国最近的热点新闻了 那媒体课程呢 请大家先到chinesepod.com 来点击阅读这篇文章 或者你可以选择收听的方式 总而言之在听我和肖霞 今天的这个课程之前 对文章有一个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讨论内容 那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跟城管有关的 什么是城管 就是城市管理 所以城管又是一个 就形容这件事情 也在形容一个部门和一群人 对吧 负责城市管理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算公务员嘛 对吧 对 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城管有点特别 它是卫星城管 没错 我一看这个新闻的标题 我想中国都那么现代化 那么高科技了呀 就是利用卫星来进行城市管理吗 对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哪里呢 是发生在中国的海口 就是海南省的海口 算是一个旅游城市啊 怪不得它要卫星城管 就是说用这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而且是花了一千万来锁定 就是小贩的位置 然后去抓他们 对那这些小贩都是无证经营的 他们摆的那个摊 可能是占用了一些公共资源 然后因为海口来旅游的人比较多嘛 这样就会给游客造成比较不好的印象 所以呢 这个海口市 他们城管部门就会利用这个卫星系统来抓这些小贩 那当然这件事情一听 哎呀 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过分啊 就是说城管的这个花 那么大的心血和投入就是来抓小贩 好像这个对比很强烈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选取的一篇文章呢 就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观察 或者我们说一个反思啊 这个文章的题目就说到 花千万抓小贩 海口城管是否牛过了 这个牛过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牛过了就是牛就是非常厉害的意思 那过了其实就是说超过了这个尺度 过分了 其实牛也是北京话吧 北方人经常说这个牛 嗯 好 那当然文章也比较具体的阐述了三个观点啊 那第一个呢 他就说到中国的管理啊 很容易就是单纯只为了表面上的管理 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可能伤害了很多人民的利益 或者对于民生人民的生活有一些损害啊 对好像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这个 就不是说全方位的考虑怎么完善的解决这个问题 哎就好像他文章当中说的 其实这些白小贪的人呃生活也是比较辛苦的 那一个摊位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条生路 一条生路 啊 生路的意思就是呃维持生活的办法 嗯 那么生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样才能保全你的性命的这个方法 呃一个摊位就是一条生路 就是说呃我做一个小贩 也把一个摊位我就可以维持我的生活 对我现在老自己就是中国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放爱一条生路 对 这个意思就是呃什么让你的爱情延续对吧 放爱一条生路 这个是一个摊位就是小贩的一条生路啊 那第二个反思呢 其实就涉及到隐私的问题了 因为你卫星城管嘛 就是等于城管可以看见每个人都在干什么事情 是在他们设定的一个范围里面啊 就看到有一个说法叫做万米网格化 他们这个卫星呃定位呢 采取的是万米网格化的管理模式 对那万米网格化呢 其实是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 那他其实是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 还有呃什么地图什么模式的那种技术 就是说在一万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然后他就是把这个分成就是像网格一样 一个一个小格子 对一个区一个区的这样呢管理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嗯你可以去呃定位对吧 锁定你要在哪一个小格子里面做事情 对对对 万米网格化 那当然这个就涉及到我们隐私的问题了 是不是这个城管他有权利这样做 像文章里面所说到的公安机关呃 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怎么海南城管就能那么牛呢 对啊而且采用这种模式的时候呢 虽然说城管机关说我们是为了监控小贩 但事实上是全体的居民的生活 都是处在他们的监控之下的 没错 像他知道最近Google不是有一个服务 是什么街头景象啊 就是在美国的几个五个大城市吧 纽约洛杉矶 还有就金山可能也是在街景 就是他们用照片给拍下来 然后也是可能方便用户啦 你可以看每一个城市 就好像一个虚拟的旅行一样 但是这个照片当然也会拍到 在街上走的人啊 对各种各样呢 当然这个对当时这个街上人的隐私 就造成了一个损害 在街上的街上 对那其实这个问题好像一直是被争论的 就是现在也没有定论到底应该怎么做 好的那我们今天看最后一个 反省反思 就是这个中国的管理呢 比较容易只解决表面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深层次 或者它的原因最后还是遗留在那里的 对那么小贩问题 它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就业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小贩 其实是下岗了以后 他没有工作啊 但是他要维持生活 政府的补贴又不够 所以他就想摆一个小摊这样的 那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查处了他以后呢 他们可能就不能就是说没有生活来源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要彻底的解决 才能就是说减少小贩的数量 那减少数量以后 其实就不需要非常夸张的 用这个什么卫星啊 去监控 然后去查处无证摊贩 是这个文章里也说了中央早就明确指出新的政绩考核标准应该是以人民收入提高为最高目标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公共部门政府机关行政啊还有管理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啊 那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政绩考核其实就是对于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所用的一个词语 对那政绩就是说对于他们在工作上所做出的这个成绩 他们的表现考核的意思就是说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一些评估 所以政绩只能用在这个我们说当官的或者公务员的身上 对就是政治方面的这个成绩 行那我还看到一个词叫做起能啊 就是查处无证小贩起能一查了之 起的意思就是怎么是表示反问的 那起能就是说怎么能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书面的表达 现实生活中我们说话不会说起能 但是在书面语里面在一些媒体文章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词 用来表示反问 哦就是说不能的意思啦对吧 对因为这个文章里面说要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 城管部门起能又来了 只当甩手掌柜 好那掌柜的意思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饭店里啊 那他的管理人员他的老板就是掌柜 那么甩手掌柜就是说他是什么事情都不管的管理人员 哦他只有一个头衔对吧 只有一个职位 然后真正的事情是不做的 这个叫做甩手掌柜 好那文章最后也总结了 说可能中国的一些管理啊 很容易一棍子打死 还有搞一刀切 这都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啊 对那一棍子打死的意思就是说 对人啊对事物不进行具体的分析 然后全面的否定了 就是说虽然有共同点 但可能也有不同点你不能不进行个别的分析之后 就一下子全都否定掉了 比如说男人没有一个好的 对吧 比如说男人都很好色 这个就是一棍子打死了 那一刀切的意思就是说 不考虑实际的情况 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跟一棍子打死有一点相似 但是一棍子打死就是说全面否定 但是一刀切呢就是说 只是说他处理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对没有考虑个别的具体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条例 今年十月份所有的这个尾器排放量 在多少以上的车子都要报废 然后他也不管人家这个车子的车情况怎么样 然后是不是在环保方面 这个车子有不同的情况 对吧 这个就叫做一刀切 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词叫做解禁 他是说到上海对于这些小贩的管理 因为最近就是有一些解除了禁令 对吧 就是解禁的意思 就是说跟海口的 他们这个管理小贩的方式 正好相反的就是上海的城管 那因为上海的城管部门 已经开放了一部分的路段 一部分的地区 就是给这些无证的小贩 他们可以在那边就是摆摊 对比较多是居民生活区 就是在大马路上你可能比较难看见 但是像我家门口 当然对于那里的居民就觉得 啊为什么 很吵 对小贩都来了 然后一个是很吵 然后还有很多生活垃圾 对于小贩来说 他们很高兴啊 多了一个商业的机会 所以总是很难两全其美 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那我们文章最后一句话呢 说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都向小贩解禁了 海口却仍在沿堵 就是堵住小贩摆摊这件事情 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 这个逆就是反过来的意思 对那反义词就是顺 那我们一般会说顺着历史的潮流 那这里呢说的是逆历史的潮流 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方向 应该是这个方向 但是呢它是朝着相反的方向 有点倒退的那样的意思 逆历史潮流而动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社会 比较复杂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 我们也有好多高级媒体的听众 是住在中国的 在你的城市 你的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小贩吗 然后他们是怎么被管理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就是小贩的问题不只是中国 世界上各大城市都会有 但是不知道你们所处的这个城市 是怎么管理的 所以很欢迎大家到 chinesepod.com上面 来跟我们交流你的意见 小夏今天时间又大了 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见面吧 好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578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578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578